9月26日一早便有媒体曝光了黄晓明的最新动态 被拍当天,黄晓明独自现身儿子所在幼儿园准备接小海绵放学 黄晓明身穿黑色脸帽,卫衣出镜 一身休闲装扮令他看起来年轻活力不少,却有十分成功 和好多家长一样,黄晓明也提前了好长时间在接送去等候 只见他戴着口罩记着接送卡 一个人安静低调地站在队伍中等待着 或许是因为太无聊 黄晓明在等候期间也会时不时地刷刷手机 在接到儿子之前,黄晓明还亲切地与幼儿园老师打了招呼 画面中,黄晓明一边伸手事宜一边鞠躬问好 整个人的态度超级恭敬 不得不承认在待人方面黄晓明确实很讲究 成功接到儿子的黄晓明一把就把小海绵抱在了怀中 简直爸爸力爆棚在和老师简单聊过之后 黄晓明便带着儿子离开了 在开小海绵的反应,见到爸爸后的他整个人也是超级开心 双手紧紧搂着爸爸脖梗,似乎很黏黄晓明哦 今年1月,黄晓明和baby官宣正式分手虽然结束了婚姻关系 但两个人友好决定将共同抚养儿子小海绵 事实也确实如此 离婚后的两个人,基本上都是一边忙工作一边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 开启了轮流带娃的模式 在黄晓明接儿子放学之前,小海绵最近一次露面 是被爷爷奶奶一起送至妈妈酒店与妈妈团聚 当时,从黄晓明爸妈手里接过儿子时的baby就和今天黄晓明接儿子放学时一样 都是一把将其抱在怀中 所可见,黄晓明和baby是有多疼爱小海绵了 虽然婚姻关系已不复存在 但因为有儿子小海绵 所以私下里baby与黄晓明及黄晓明 父母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往来的 离婚后仍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 这对于小海绵的成长来说也是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的 不会令自己觉得缺少哪一方的爱 黄晓明和baby都很喜欢带着儿子到处游玩 baby曾带着儿子一起逛海洋公园 而黄晓明则曾带着儿子吃冰淇淋去游乐场玩耍 总之两个人都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来陪伴孩子照顾孩子 在做父母上都是非常合格的 您站在为乏计划 在单位的手段里面 你可能会发生的 你可能会发生的